那很多的花友老是问我老花一 鸡蛋壳可以用来养花吗 我给的答案呢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您要了解啊 你像鸡蛋壳养花 就类似于人吃鸡蛋壳补钙有什么区别呢 你就给你这么个打比方吧 就是小明人缺钙了 对吧 怎么办 吃钙片 你看大部分的钙片里面都会参一些维生素D3来消化和吸收 对吧 而植物吸收鸡蛋壳 它不是直接吸收 它不像松树啊柳树啊阳树啊这种 它根部有很强的那种煤 可以溶解鸡蛋壳 像咱们一般养的话它哪有那个功能啊 没有那个功能啊 这第一个点 鸡蛋壳可以用 像它是需要被什么呢 被降解 被分解 被分解之后的那个东西才能够被植物吸收 其实土壤里面啊 就是咱们不论是选到什么样的土 里面不会缺钙啊 也不会缺钙啊 也不会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知道吗 你像 大家要是 用微生物菌肥 你可能 大概的一了解 它微生物菌肥是啥呢 就给你说白一点 就是咱们肠道里面的那些个微生物 帮它消化食物的 你看有一种菌啊 叫解磷菌 你像土壤里面基本上都不怎么缺磷肥的 缺的就是什么呢 缺的就是 这个磷肥有一定的活性被植物吃掉 就跟咱人一样 你缺盖了 其实你啃食尖都可以 食尖就是碳酸钙 或者你吃石灰 石灰也是碳酸钙 你去去去去 根本就不缺钙 问题是你怎么吸收它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点 你像大田里面 农田里面 一般时间长了以后呢 土壤严碱了 板结了 都会用一些微生物菌剂作为一个改良 不过这个效果就是 你满了 你懂就行了 所以这鸡蛋壳不是不可以养 你也别 你别指着鸡蛋壳了 我跟你说你100块钱的鸡蛋壳 你都不剩买一瓶花多多 这一小瓶市场均价15 咱们家也有 能兑500斤税 人家蛋领甲 微量元素都有了 还有个叫什么M77 这玩意不够哇塞吗 你费那些劲呢 你又劝导我消费 你别消 你把这个消了吗 太臭了 好了 这两棵可以养花 但是不虚度啊 你别觉得你摆个鸡蛋 摆个那个 十门八正 这个花就 我老花一 养人人一 点赞 从啥白了